爆发OD盘算千万法拉利 AI是把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的两代血腥OD 和他前女友的干爸瓜哥 苹果昨天之急他们说心酸也没多心酸 满心喜悦的结伴AI看超跑去野 怪怪这辆法拉利四五八死白的 让OD看得怦然心动啊 销售员趁身追击 随便满有副轮子哦 暗暗计算机 哇要价1734万元 你不是欠了一屁股钱吗 最经典的还是不缴电话费8963元 长达三年啊 其实还好啊 就是觉得说 之前看过别的歌手啊 一整集都是他 好像要秀很多很多的东西 当然要秀很多 还好的东西还蛮很多的 真的吗 欧汉生出道以来 动辄跟曾经同团的小猪相评论 来看小猪东西有多少 2011年开奥迪 2012年被直击开马马送的保时捷 今年换开X6 哎呦 秀过真的不少好东西呢 这个OD债务减轻后 恐怕是要极其直追 永远跟他相提并论的小猪啦 我们发现 他现在也架着跟小猪 是同个B牌的120I代步 最后还回了几年前 因欠钱遭扣押的大直豪宅 哎呦 这间爱美单位 韩车位总驾进一远呢 看来OD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谢谢大家